歡迎來到英超前之物時間 今天想跟大家講幾對波 預測一下他們 小小的回顧和做一些貴前的預測 先知聲明今天我們現在 錄影的時間轉會槍還未關閉 所以可能有些什麼 Last Minute 的轉會 或是今天之後所發生的轉會 我們是沒有放進去的 所以當你們看有什麼變動請多多包涵 因為我們更新不遲 首先講幾對 主要是用來欠歐洲賽 即是他們的目標是欠歐洲賽的球隊 我們選了五對 是最有機會的 比中游更上 但也是用欠歐洲賽歐霸杯 為主要的目標球隊 或者以今季無論他們的陣容 人腳 或者是上季可能被人表現 水準都是這樣 所以就用這個來做 目標較為實際的球隊 第一隊說 很多球迷 香港很多球迷的阿仙奴 阿仙奴上季的表現如何 就真是令人失望 上季阿迪達大隊 但是踢出來的球 好像 給人感覺的風格 好像有什麼風格 不鮮明 可以說你是防範 想打一些地面的進攻 還是打一些比較實際的防守為中的球隊 但給人感覺就是 至少給我的感覺 就是防守不穩陣 進攻也不見得十分銳利 所以 上季他們排第八 最終 25年來 今季 所以是他們25年來首次缺席歐洲賽 沒有歐洲賽踢 只剩下國內的比賽 聯賽、杯賽 首先說一下他們今季的主要轉會的 引喚和哪些球員離隊 最主要是說一隊 即是青年軍 預備組那些 我就不說了 最主要是在安德里吉拉 簽入比利時的年輕中場 盧剛加 用了接近1800萬磅 在賓菲加簽了普通下左閘 泰華利斯用了720萬磅 以及重點收購在白禮頓 簽入英格蘭的中堅 賓韋特用了5000萬磅 離隊其實不是太多 離隊的球員多數都已經 要不就已經走下球 要不就上櫃都已經外借了出去 不在亞迪達的福稿裏面 戴華利斯 巴西老長約滿離隊 古恩導師 上櫃都已經外借了 今次繼續外借 去馬賽 沙列巴 長期外借兵 也繼續外借 去馬賽 阿仙奴這隊 今季在賽前的熱身賽 表現得真是認真 亦給球員感覺到 這隊球究竟想怎樣 看了四場一和三負 沒有贏過 即是對著兩支蘇超球隊 起百年和格蘭 只和了格蘭2比2 對於起百年也輸 另外對於倫敦的兩個 兩個老對手 一個車路士 一個熱刺 都是輸的 當然 貴前熱身賽 我一向都覺得 這些不可以作準 近年我們看也不看 有沒有看呢 有時會覺得 沒有東西看的時候才看 你看看新球員或球員的配搭 這些表現是不能作準的 因為始終未上力 未入局 甚至乎 心態也有問題 未必有去信 觀賞性或參考性不高 但是我們再看看 在陣容方面 其實阿迪達今季在防線上 即是球會 是輸出一個針對性的收購 賓惟特尼兔真是以他 大家看到他在百里頓 或者再之前一季 如何帶領列斯聯星巴 上季就算是百里頓 也有很好的表現 一個很穩定 很淡定 也越來越 可能現在仍是年輕 但是 逐漸被人覺得 因為有些大將之風 是有力成為 阿仙奴防線的 一個新一代的重心 這個球員是不能看少的 五千萬 如果是 當然 五千萬磅 我經常說 一半身價 是因為 那本BC的 Passport 很值錢 所以大家記住 如果有的話 但是 他的質素 他的表現 已經 表現了出來 英超已經證明了自己 他其實真是 在後場 他可以夠高 有一個 頂上功夫 制空能力 是有的 而且他腳下功夫也不差 是可以 去協助 組織攻勢 但是 防線 那麼大 中前場 仍然 有勇猿 你的配搭如何 阿迪達 好了 維利安 尼爾遜 米特蘭尼斯 杜利娜 等等 這些球員 中場 前場 好了 我相信 這些球員 你是否真的會重用呢 米特蘭尼斯 會不會再一次 再去愛姐 尼爾遜又是會愛姐 還是 杜利娜 想走了 但仍未走到 維利安 更加 阿仙奴 是否更加 阿仙奴 以為撿到寶 怎知原來要哭三聲 到現在 雖然我好彩 是貴前 本來全會接近 轉會羅馬的沙卡 到現在 看過款 應該很大機會留隊 這個如果他留隊 其實對阿仙奴是一件好事 但問題 首先他的定位要清晰 不要說真的放在D-man眼前 他不是那隻 他只是 代後教砲 如果不懂得用 就看看瑞士國家 如何使用 今季歐國杯 他真的看得很好 但問題是剛才那一堆湧員 你如何處置他們 再者 奧巴和那卡 這兩名老牌射手 他們的表現 近這兩位 好像都不太穩 今場可以 踢得很刪 但下場又很沉 球隊仍然需要 在前線 需要一個穩定的射手 但有沒有呢 好了 還有就是 重用年青球員 似乎應該都是唯一的出路 以阿仙奴來說 史密夫露維 揹著壽號球衣 代言號碼不代表一切 但是似乎 今季應該是 亞迪特會對他加以重用 丹丹達奇 就真的看他的做法 這位年青球員 上季給人一個 挺驚喜的表現 是不錯的 印象挺好的 但是進一步 要他 去擔大奇 去做多些事的時候 行不行呢 今季就可以去 去留意一下他 其實阿仙奴 另一件事比較不利 就是他頭六輪的賽事 也挺近的 他頭六輪的對手是什麼呢 先作賀賓福特 揭幕戰的時候 接著就要回主場 對著車路士 第三輪更近 作賀萬成 接著就回主場 對著諾碧智 也有不少東西 諾碧智 之前還迫上 作賀搬尼 硬橋 最後第六輪 在九月尾 主場 迎戰 趁家熱賜 三隊 即是三隊的 B6 他要對回 在九月來講 要對勻三隊 就算作賀賓福特 和諾碧智 搬尼 都不容易踢 其實對他來說 頭六輪得到多少分 真的很影響到他之後的發展 特別 當你還用年輕球員的時候 你還用年輕球員 即是那套氣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說 一個不留神 輸了三場 或者只贏到一場 其實也挺打擊士氣的 同樣地 阿迪達今季已經是 第 看看先 他已經調了一季半 即是準備踏入第三季 可以說 頭打尾的話 準備踏入第三季的時候 其實你亦都沒有什麼 你再爭取不到成績 亦都沒有什麼原因 可以說 會不會是一個最後機會 我知道有很多 他亦都受爭議 有些球迷就會覺得 阿迪達 不行的 有些就說 給他多一點時間 其實 到了第三季 會不會就是一個 適當的時間 你要去 交你的成績表出來 去決定 這個也是 好看 班主的耐性 以及你自己的成績 就是你爭取到什麼成績 似乎 今季阿仙奴 個人覺得 都是爭取歐霸盃籍為主 你說真冠 太過有點 上大了 好了 講完阿仙奴 講一下他的親家 熱賜 熱賜也不好得很多 先講一些隱瞞 在亞特蘭大 先借入了意大利門將 過年來 先借後買的方式 簽名了 阿根廷的中堅 羅美盧 以及用 2150萬磅 再加林美拉 和西維爾的年輕易峰 拜恩基爾 作交換 離隊的球員 在上季已經外借出 維拉利爾的科夫 被維拉利爾買斷了 林美拉交換了西維爾 艾達維尼特 是一個比利時的老將 中堅去了西亞掘金 去了卡塔爾 蘇法特亦也是 避防尼去了 赫勒迪 上季熱賜 給人的感覺 已經可以說經歷高低 但有時候 大家想想 九月至十二月 這三個月 熱賜真是三線作戰 三個月內 踢足22場 如果在這二場中 只是 輸了兩場聯賽 已經算是這樣的了 但只不過 曾經一度上榜首 當時 摩尼奴帶隊 Daddy帶隊的意思 給人的感覺 難道衝擊冠軍 有些意思 球迷都覺得 是今年了 但好壞不壞呢 聖誕後 全面下滑 有些傷兵的問題 有些主力開始疲累 然後執行制作能力開始不集中 沒有那麼專注 一些可以依靠的球員狀態都下跌了 你看到阿薩 其實在下半季下跌了不少Watt 而打算 比頭半季粗氣的狀態 下半季利用的大師兄巴爾 亦都不成材 即是沒有貨膠 所以 全面下滑 一早被人踢走出爭標行列 最後摩尼奴還要在聯賽杯決賽前被炒 亦都是一些 聯賽杯 即是竹種杯 歐霸杯 亦都是 出局 聯賽杯決賽前被炒 聯賽杯更加 比曼城壓倒性激度 大人和小孩子踢球 拿到亞軍 最終聯賽只有第七名 成為首屆勾協聯的參賽球隊 今季熱刺 過去幾季執教狼隊的葡萄牙 亦都是葡萄牙 領隊 扭勞是上任的 其實以體包的陣容來說 有些位置 看上去好像是位換位 沒有了埃德維特 又回羅比勞 前線加了拜恩基爾 因為巴爾回到和馬 拜恩基爾 又是易峰位 又是左腳 剛才可以採取五號位 但有一個問題 整個夏天全了 哈利加尼 只要走 最後 似乎走不了 他去留 即是成關鍵 就算被留得住 是否留不住心 到時到後 他的表現是怎樣 和隊友會不會有什麼心病 球迷又怎樣 和球會又怎樣 他和陸為應該看好款 似乎都應該是 沒什麼彎轉 他又覺得陸為是 反了覆複 他又走不了 還有一件事 扭勞來到 踢的是什麼呢 防範足球 如果根據他在籃球隊 都是一些比較務實 偏向防範 快速反擊的足球 所以兩翼也會成為 球隊進攻的重心 但這不是問題 進攻方面 始終扭勞在籃球時 被人覺得 都是前面是靠 一些球員的個人能力 去做突破 再去傳球出來 被中路的射手 球員後射入球 不是太多變化 進攻方面 當然實用就可以了 但問題 要防線 剛才所說 沒了阿威尼特 又是羅美露 但同時也代表什麼 阿利迪亞和山騎士 也都繼續在這裏 好了 那兩閘 丹尼老師來隊 丹尼老師已經不受重用了 但兩閘有什麼呢 又是杜赫迪 又是奧利亞 又是斌達維斯 又是列基朗 問題就來了 防線依然那麼脆 兩閘 又是中堅 羅美露比較好 如果他適應到英超那邊 立即可以適應到英超的 賽場的足球風格 但是 如果其餘的位置 即是四後方 有三個位置不穩定 你也大煲 所以二次 看到陣容 是有少少跌了Watt 就算不是跌Watt 也是平手 所以今季似乎都是歐巴的席位為主 而紐爐在一些調動上 能否及得上摩尼奧 是否比摩尼奧更好 甚至乎 會不會是不及摩尼奧 這件事 亦都要留意一下 因為看狼隊 狼隊仍然是一支中右球隊 雖然你說是二次 好像仍未去到前列 那些真標球隊的陣容 但是期望不同了 會不會 是對他造成壓力或是健身槍呢 接著是第三隊是愛華頓 愛華頓也是同樣 一支換了碎的球隊 上季愛華頓 季初時曾經被人驚喜 Harmes 即是J.Rod 羅迪古斯 來到後 真的提升了對球 即是把實力提升了層次 特別的進攻方面 亦都是 高居榜手 但是下半季 一些雙庭問題 全面下滑 最終排第十 好了 肥安上季 將一隊愛華頓 搞成二甲球隊 即是 慢就慢 但是慢中帶點優勢 他就有些火花出來 但根本肥安 當然要回皇馬 來對皇馬 肥斌來到 肥斌來到 另一種 肥斌擺明是防犯的 最厲害就是對強堆擺鐵桶陣 最厲害就是 前面找個快馬 去和你死亡 所以 現在有傳 Harmes 會被放棄 Harmes被放棄 會對球隊的影響有多大呢 只要看看上季 Harmes 一跌窩 或是傷了 出不了 球隊 愛華頓的成績 影響的波幅有多大 就算是今季 大家看到 我再講一下引入的球員 水晶宮 免費引入了唐辛 易峰 在搬謀引入了門將 比高域 以及 你本身簽入了前 李施日成的易峰 在隔壘 走了 約翔經治 霍克特 班納特 等等的球員 加盟的球員其實質素是一般的 你說做一個加強版本深度 OK 這些可以的 便宜一點就可以了 但你說對主力陣容來說 幫助十分有限 真的很有限 陣容架構好了 來到 現在如果你說Harmes都被放棄 司古神又說 現在有傳他衰十一 做了十一歌 會不會影響到他 球會會不會給他上陣 還是怎樣 因為有官司前身的時候 這樣的時候 陣容架構有幾大的變化 亦都是 大家關注的問題 始終因為肥斌和肥安兩個 是不同類型的教練 他們的 踢法 他們所有的戰術 所排出的戰術 都不同 一個就是比較 意識一點 肥斌就是一些比較 偏向實際的防範 所以你說 愛華頓會怎樣 其實 我覺得可能 真的跟上季差不多 成績 愛華頓是否真的 奉獻一句 就不要說太大的期望 如果有的話 就真的有驚喜 最好 當然 以目標 開頭目標 用贊歐霸 或者歐協聯 的席位為主 但可能跟上季第十 第十一度 另一支 上季也挺驚喜的球隊 叫韋詩咸 上季真的很驚喜 算是全英超 都算是最驚喜的球隊 一度可以爭取歐聯席位 就算去到季比都還在咬 最後兩三輪倒 失分 最終排第拿 這樣都拿到歐霸位 都不差 上季的韋詩咸可以分兩決 上半季 最主要靠蘇石和懷詩 雙防中成為了兩點 這對防中 殺了這球 甚至最堅韋的就是蘇石 還要不時後上 後上整門的進攻 成入了 不過半季入了八球 其實球隊很多分都是靠他 後上來拿回來 上半季下半季 另一個爆發 在曼聯斜入蓮王 蓮美斯 回來 16場球入了九球四個左攻 你看到數字都知道什麼 基本上就是做了球隊的前場反擊的重心 他自己可以 他最慘的是什麼 你是防得他 他沒有一個固定位置 就算他的陣容 一開球之前出來 放右翼或左翼或中空場 他收尾之力的 你怎樣去防得他呢 還有最主要就是 韋詩是不是踢法 適合他 所以才能發揮他的作用 好了 但是今季 蓮美斯就回回曼聯 但球隊也沒有在進攻線上增兵 今季 球隊引入其實不多 只是一名球員 如果是一隊來說 在PSGA借入了 上季外借富含有好表現的 法國國家隊門將 艾利奧娜 這個門將不錯 我個人覺得他比法比安士技能更好 穩定一點 大問題是其他 他離隊球員也有 菲勒比安達臣本身上季已經不受重 甚至外借出去 今季又回到拉蘇 但是 巴拉圭的防線重心 巴布拉 約滿離隊 球隊也沒有在相關位置 買斷了格列多順 上季的旗兵 但是沒有在這個位置補充實力 最慘的是他們的兵員所言 三線索戰 其實都頗為冒險 我相信他在最後一刻 選武昌臨山前都會有真兵 沒有理由沒有 外借也好 免簽也好 或是真金白銀出來買也好 怎樣都要簽一些 你這樣的兵員 要三線索戰 真的隨時呼吸 你這樣有限 你前面最慘的 很多時候都經常傷 那班都順暢 Antonio 包得 但一季總會有傷的時間 只要傷一段日子 蘭仙尼又是 又是經常 現在又好像自從大雙圓出來 兵員的感覺 還沒有打回以前的水準 還有在椰子的揮下 蘭仙尼的位置是很尷尬的 很難發揮到 所以 你說如果以這樣的兵員 衛斯山不危 我不看好他們 除非他們真的有繼續去增兵 另一支上季的黑馬球隊 就是亞士東維拉 上季就有 黑馬本色 發揮了出來 幾個重點收購 即是 門上馬天尼斯 然後 中場巴克里 前面有屈堅斯 其實 真的是 改變球隊命運 用這一句 都不是太過份 攻守能力大大提高 亦都一度 可以爭取歐洲賽入場券 只不過下半季 即是季尾的時候 開始有些主力 雙人是雙人是雙人 雙人是雙人停的 不斷失分之下 主中排第十一名 其實他的表現不差 這球都不錯 上季 這樣的成績 最主要除了 馬天尼斯再前面 當然是基里薯 但問題是基里薯來隊 今季 真是一個 令人多擔心的地方 因為在過去 由英冠 到現在 這幾季 也是一直很根fully 甚至過分依賴這個球隊的隊長 今季雖然維拉簽入了貝安迪亞 艾瑞里楊格 還有利康拜利亞馬爾加易峰 丹利英斯 也在曼聯射入了杜安沙比 走的大問題是基利樹走 真是最糟糕了 如果還用回現在的戰術模式 我膽敢無論是貝安迪亞也好 拜利也好 你真是取代不了基利樹的位置 其實如果維拉想拼一招 不如真的阿史密夫拼一招 在踢法上改變 不要再去依賴某一兩個重心 反而是逼搶團隊性 你可以有重心但不可以過分依賴 反而會有新的火花出來 如果不是的話 純粹成為基利樹的替代品 是不行的 因為基利樹有他本身的個人能力 他扭著的球不是貝安迪亞 或者拜利所以可以比美 同時他捉拼一拼一拼一拼 而且始終在維拉那麼久 熟悉了球隊的踢法文化 和配合了那麼久 這才是難用一些新的球員 立即融入 所以如果在踢法上有改變的話 仍然可以說他真的勾了一拼 如果不是我覺得 可以拿勾了一拼 但問題的機會 相對地就困難一點 所以這幾隊就是我的預測了 不知道你們又怎樣看呢 好 剛剛聽完Patrick說了五隊 未來是爭奏歐洲賽的球隊之後 接下來就輪到小弟Gary 就跟大家說說五支中游分子 五支中游分子 首先第一支就是白禮頓 說白禮頓 首先引言是 白禮頓應該要知道 結果是比過程重要的 講到他們夏天的轉會操作 暫時去到8月12日為止 他們在西爾斯堡的紅牛收購了麥為普 是1800萬磅 還有從亞積市收購了 兩米02的龍門沙賓 只不過是5M 即是500萬磅 走去球員有賓韋特 去了阿仙奴 是5000萬英鎊 炒漢巴薯也買回荷甲 去了菲燕樂 寶柏也免費轉去PSB印圖分 還有馬菲那欣 就是100萬磅 哇這麼便宜 轉去黃蘇而已 剛才聽了轉會操作 其實呢 可以說是 白禮頓的實力 其實是沒有什麼增強度的 走了那個賓韋特 但是來了一個麥為普 麥為普呢其實呢我們之前在 MIV的文章小弟也寫了一段 就是介紹這個麥為普的 中場的球員 又推得難得 甚至是比波派派那些都是不錯的中場球員來的 他搭著比蘇馬兩個中場中路的攔截力是值得期待的 這個麥為普如果他還有推進能力的話呢 甚至會不會是一個新爺爺托里呢 不過好了重點就是這裏 我剛才說的兩個都是中場中的球員 白禮頓在陣中其實有很多技術很好的球員 剛才提到的兩個還有 杜沙特 也是比利時的國腳 帕斯卡哥洛斯也是一個中場串連很好的球員 林迪又翼衛也都是上季在白禮頓打起的 甚至前鋒的木比也是一個 叫做挺爛打也有一些入球能力的球員 但是問題就是這裏了 一班挺好的球員 但是他們就欠缺了最重要的東西 送球入網 木比是有時候能夠入球的 不過其實自從前一季隔年梅里來了隊之後 好像沒有一個殺手似的樣子 插就插得很漂亮 做入禁區呢 做入禁區那一刻每次都是一般的 呃 賣完一腳欠實正 插就插得很好 就是你看看上去踢得不錯 挺有形狀的 但是你無法入球 那在後防方面 其實白禮頓上一季的後防是做得不錯的 挺好的 最好的就是 扁了這個馬菲拉恩來後備 換了這個羅拔山齊士 這個新的守門員 打打一下 幫白禮頓這個下半季 就是減少失球之餘 自己都入了這個西班牙國家隊 加上就是他們的中堅 鄧克 還有上季還有這個 賓惠特 所以就是一個防守鐵三角 是真是不錯的 但是左邊呢 單半 硬塞他打左閘而已 這個又是兩米的高佬 打左閘多麼尷尬 多麼巧腳 常常上來助攻 其實又沒什麼助攻力 做不到什麼 要是左邊就馬字 勤力有餘 但技術不足 總是好像做得七七八八 但差一兩成又是一般的 差就差得很好 又打不到球進網 關鍵時刻又做不到東西 好啦 踢到差不多 頭七十分鐘很好 怎知道 拉伊拉拉 玩完了 沒有體力了 要換走了 然後又沒了個勢 對著曼聯那場 好啦 哇那麼多攻門 這樣 就是這個馬字 左邊有四五次的攻門 咬中微 又盛又射出界炒飛機 雖然他最後入了一個球 但是最後被曼聯反擊了 就是這樣 這就是白禮頓的寫照 未來這一季 好看他們那個 就是入球能力有沒有改善 現在傳就傳 就是他們在針了 這個西路迪的中鋒 就是這個伊道阿特 如果針了他 這位黑人前鋒 有些充斥力 看看可不可以改善入球能力 另外 今年如果沒有了這個崩偉特 在防線方面 鄧克旁邊的拍檔 究竟可以拿誰出來呢 暫時這個傳聞好像比較少中堅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 就是上季 在這個英冠 過千萬磅收購的 韋巴士打 看來都要拿出來用 整體的實力 是 沒什麼改善的 就是這個轉會市場上面 錢就買了回來了 但是補充的球員 位置和質素都似乎不一般 也都有很大的洞在中堅 教練的撲達 也都是 教練的撲達 雖然哥迪奧納曾經說過 哇這個英格蘭裏面最好的教練 但是好像也是 有理念但是球員的 質素不是很平均 實力也都 參差不齊 雖然打到他想要的足球 但是拿不到成績 所以 一開始的忍賢 永遠記住 結果比過程重要 白麗頓 接下來除了需要增強入球能力 填補中堅的洞之外 有時候也要打得肉酸一點 要拖時間就拖時間 為了成績 為了拿分 這個才是英超的中下游球隊生存之道 接下來我會預測 他將會排在15位 應該就是僅僅會給成功的那一隻 百麗頓 希望他們的球員可以打得比較差 好 講完百麗頓 接著就是講水晶弓 水晶弓隱然是什麼呢 被迫大刀闊斧加年青化 偉拉的前途真是被壓上倒注 今年的轉會操作 這個水晶弓很大程度是去舊 迎新 可以這樣說 為甚麼迎新法呢 從雷丁800萬磅收購了攻擊中場的奧利斯 車路士1800萬磅買了中堅鼓器 之前介紹過 之前在小弟自己的頻道介紹過 那就是一個中堅球員 另外就是在里昂 1490萬磅收購了上櫃外借了負咸的丹麥中堅佐基姆安達神 個人覺得這宗是非常好的收購 接著還有 從車路士借入了乾爐加力茶 上櫃借了去西布朗 中場中路很活躍的球員 車路士充滿了兩件給阿韋拉 走位球員全部都是老將或者不用 軒尼斯免費轉去搬離 守門員那一位 安祖斯唐辛免費轉去愛華頓 雲安賀治免費轉去加拉塔沙雷 加里卡希爾 被放棄 release 詹斯麥卡菲這個漢漲 也是免費轉去 赫路迪 OK 聽完這樣說 這個水晶弓 之前有學神帶領的一隊 穩穩陣陣的球隊 靠打反擊 靠前面球員的個人質素去搏食 防守穩健 也都令到他們早早互吸 一互了吸之後就好像放假那樣 我上季都經常說 水晶弓是最早放假的球隊 因為他們這個是一個中下游的踢法 未來這一季 教練 球員 踢法 全部都改變 變了 球員剛才說的 怎麼變 年輕化 古希 奧利斯 全部都是20出頭的球員 教練就轉了位拉 他 甚至就是把那種控傳的踢法 都帶進來水晶弓 從這個 友誼賽那裡可以看到 這個 大家要留意 是一個非常大的風險 大都虎虎的改革 水晶弓不是沒試過 法蘭迪寶 結果是怎樣 大家記得了 49日 七場球之後 七場球之後就 被炒 一個英超最差的教練 摩連奴說他 亦都是事實 你看到金戒達荷蘭隊都是 大都虎虎的改革不成功 找回學神回來 做回一些基本的事情 這次輪到 非常大的風險 不過其實這個風險 遲早都要冒 如果一隊球要在 英超裡面競爭 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繼續這樣踢下去 難保有一天 突然之間沙夏 無法表演 賓迪基進不了球 隨便一兩個球員 一表現不到的話 其實整隊球是不是一個僵局 反而如果將一套理念注入 球隊裡面 可能還有一線生機 因為如果一個半 不用依賴一個半個球員 大家都是用踢法來踢 現代足球 即是比較現代的足球 所以其實這個改革是需要來的 即是說這個險 遲早都要冒了 現在就交給阿韋拉去冒了 如果去檢視一下現在陣中 這個水晶宮在來歸 表現的話 必須要注意 第二就是 上季收購的艾斯 還有本身的委肺特沙夏 還有剛剛說過的進攻中場 從雷丁收購的這個奧利斯 腳法相當之好 有點怪腳的 黑人球員 這三個球員 可以說是 如果個人的進攻能力的話 真是華麗到爆燈了 也是靠這些球員來突破 就算無論你是突擊還是猜 你都需要有突破的球員 這幾個球員 我看好他們的個人表現 在接下來的一季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 就是幫水晶宮 盡快去搶分 希望可以上岸 不過其實這個相當有難度 因為水晶宮 接下來開季頭五場 有四場球 是要對Big Six的球隊的 換言之 他們的開季非常困難 一直到十月尾 還要作客萬成 就是這樣說 如果到十月尾 水晶宮仍然未擺脫 鋼班船窩的話 我想委拉應該都開始感受到壓力了 整體來說對水晶宮 抱有懷疑的態度 究竟可不可以真的 大多虎虎改革成功 在英超是相當困難 亦都 時間足不足夠呢 會不會有足夠的時間 給委拉去試 未知之數 會不會到最後 突然之間又召喚 大聲 麻煩你回來幫幫 這次來水晶宮幫幫手 行不行呢 個人預測 最後水晶宮應該會排到第十四名 始終不穩定性太高 冒險的程度 亦都很大 就是這樣 水晶宮第十四位 接下來 講一下浪隊 浪隊 真是上季排第十三位 之前對上兩季都是排第七位 現在 在前 18-19和19-20就是第七位 然後 20-21就是第十三位 當然 這麽大的倒退 很大程度是因為 他們的前線的射手 魯爾茲美利斯 大半季相出 其實浪隊也在小弟的個人頻道上 都說了一些 就是他祖軍的情況 不過這裏 都說一下 浪隊全方位的削弱 究竟怎樣可以在英超 蠟燭 今年的轉會操作 主要的就是 收購了祖斯沙亞首門員 就是葡萄牙的三號龍門 不過他在國家隊是一場沒有出過的 亦都在MIV的文章裏 其實亦都提過這個球員 MIV Group 至足球樂 大家有空入來了 680萬英鎊 就是收購回來 明顯就是代替 就是來了隊的帕斯斯奧 就是去了羅馬 一千萬磅 另外這也是從昂熱 正式買斷左邊的翼衛 這個艾茲奴利 一千萬的英鎊 還有就是在巴塞 借入了這個查卡奧 這個是烏拉圭的球員 左腳在右邊 就是技術型的球員 狼隊 今季最大的改變 其實還有就是 柳盧是來了隊的 帶領他們升班的 葡萄牙教練 現在就是轉了去熱刺 大家都知道 找回來的教練 這位 班奧拿志 其實他的經驗和執教能力 都是備受質疑 經驗他只不過是在賓菲加 真真正正教了 一年半的一隊 就來教英超了 為什麼來到狼隊 因為 這個班奧拿志的經理人 就是文迪斯 所以 文迪斯的 Client 劉盧走了 文迪斯就找回一個 在賓菲加一年前被人炒了 坐在家整年的 這個班奧拿志就來到狼隊 就是這樣 他其實 優缺點 都挺明顯的 優點就是 其實他剛上任 賓菲加 半奧出家 在1920球季 一半 1819球季 一半的時候 上任 馬上就帶領賓菲加 獲得了蒲超冠軍 不過之後 就在另外一季 曾經創下賓菲加最差的成績 十二戰得兩勝 最終第二位 所以就被炒了 那麼 這樣聽 這個執教能力 和執教經驗 都是不一般的 來到狼隊 只有一個好處 就是 他曾經在英國生活的三年 因為他曾經做過史雲斯 和 石舟三的助教 一個熟悉英國的 葡萄牙人 似乎是 因為這個原因 最適合 教現在的狼隊 在英格蘭的一隊 很葡萄牙化的 英超球隊 OK 怎樣都好 其實教練 有時候都要看他 樂道場的表現是怎樣的 雖然那個CV就不太好 那麼 在狼隊剛才提過的 魯爾茲美利斯 這一季終於能夠復出了 就會帶著頭套去比賽 有他在 對狼隊的表現 前面的入球穩定度應該會高一點 另外就是 這個 拉菲爾美亞 也都 抱歉 拉菲爾美亞 上季 侯爾斯卡 借了去西甲 今季就回來了 前線方面 終於補充了一些人 其實還有古道尼回來了 不過古道尼 遇到他可能 轉回槍前 可能都會走 賣也好 借也好 因為 曾經踢過幾場英超 當時在AC米蘭收購回來的時候 都發覺 中鋒不太好 未適合在英超上發揮 但是起碼 狼隊改善了中鋒的能力 但是 狼隊應該這樣說 領隊球員的實力 其實都是 有點削弱 有點削弱 沒有足夠的補強 是需要 在轉回市場上 繼續找人 這個陣容 其實都未完整 所以呢 要看看 就是文迪斯的功力 究竟他還可以 帶到什麼球員進來 暫時 存在的就是 拉菲爾里奧 如果找到他的話 起碼在邊路那裏 就可以 有一點 衝擊 左邊的柏道尼圖 始終一來是後生 二來 亦都表現不穩定 然後有些朋友還說 原來是傷了 普丹斯 身形也太小了 還有 就是阿達馬查奧爾 接下來這一季 有這個查卡奧來到之後 希望阿達馬查奧爾 可以打回前一季的水準 上季 雖然他很多扭波的數據 仍然都是名列前茅 但是實際 做到的東西 真的不是很多 尤其是那個入球能力 前一季都可以 罵慢成兩顆 但是上一季 他入球就少了很多 所以 狼隊 接下來 看看他轉會市場的操作 會不會幫到他們 可以繼續增兵 因為 頗擔心 他們的陣容 結構 不是很完整 我預期 狼隊 還可以排到第11位 好啦 接下來呢 就是 另一隊中游球隊 就是講這個列斯聯 列斯聯 他們的隱言 我對他們的隱言 比爾沙 單靠理念 就可以幫球隊繼續保持 在英超道 立足 問好 說說他們的轉會操作 其實都算正局了 收購了的球員 有在巴塞羅那 1300萬英鎊 收購了 飛鋪 另外就是 1100萬英鎊 重曼城 正式買斷了 即下你信 其實上季都已經在了 走的球員 分別就是 主力的 就有這個 艾利奧斯基 免費走的 因為 中東的球員 全民出了三倍 人工 請他走 所以 想想想 都是時候要掘金了 左邊的10號金毛仔 現在是免費離隊的 另外離隊的 也有 帕布魯克蘭迪斯 這位老長 也曾經在 史雲斯的時候 在英超蠟燭 上季 列斯聯也一定有出場機會 比爾沙的列斯聯 原來在開季之前的 7場Fanny 只是贏了一場球而已 嘩 聽起來是不是很恐怖呢 但是 講列斯聯 我們很難說 逐個位置 球員質素去稱 因為這隊 完全是 建基於比爾沙的理念 從踢法 找人 轉會市場的操作上 整間球會的營運 都是比爾沙 說了算 那一種 比爾沙的理念 大於一切 他的理念 大過 賓福特的 把握力 應該叫班福特 因為班福特現在變成一個球會 讀回鄭愛欽 他的理念大過班福特的把握力 上季雖然38場入17球 不過他的 比爾沙的 比爾沙刀 又 jakby 有 比爾沙-美史 是 不過因為比爾沙要勤力的球員 也需要不斷的走位 所以需要斑福特繼續在這球隊裡 因為他適應了比爾沙的踢法 比爾沙的理念大過所有位置的後備 我們上季甚至看到列斯聯 用那些球員陣容的尺寸 小到艾玲有時候打右閘 有時候又要縮進來打中堅 中堅沒有人了嗎? 不是啊!不過是傷了 要不就把史道爾克推上去打防中 所以艾玲要縮進中間打中堅 就是這樣了 我不會亂買人 我要找一些真是熟悉我理念的球員 比爾沙的理念就是大於一切球員的後備 就算我不夠人 我只是一個十五六人的常規陣容 都是要這樣踢 羅賓高智和迪亞高路蘭迪上櫃 分別都是相出的 就是相出一段時間的 把艾玲進中間 史道爾克又打防中又打中堅 就是這樣了 因為他們要明白比爾沙的理念 很特別 比爾沙的理念是寧願出年輕球員 都不買人 普維達 即是這個 所謂的前巴塞清訓 這個逆風球員其實就是 腳法是好的 但其他所有東西 即是速度 或者落到球場的 全中球 都是很一般的 不過比爾沙都是喜歡用的 剛剛上季又記得他們收購了 就是 諾迪高摩蘭奴的時候 頭一場球出了半場 好像 不是很夾隊的 你也是頭一陣先 在後備坐幾場 看看我們怎麼踢先 就是這樣了 買回來的球員 都要時間適應 比爾沙的理念 大於一切 所以接下來這一季 我擔心 就是飛普 這個球員 就 亦都是之前VV的文章寫過 嘖 飛普 在左邊的役位的位置 就 我都幾擔心 他代不代替到艾利奧斯基 因為踢法實在不同 飛普是比較喜歡 拿球上腳 再硬推的球員 不過呢 就 艾利奧斯基 其實也是 也是靠不停的走動 走上走落 不惜氣力 就是在比爾沙的球隊裡蠟燭 所以 艾利奧斯基走了 找了飛普回來 究竟是否可以馬上使用呢 看來 頭幾場 都要 達拉斯 在左閘 示範一下 告訴飛普 如何踢 加雲菲立斯 加上基力志 加上拉芬娜 這個 中場中 鐵三角的組合 相信 接下來這一季 將會支撐著 列斯 在球場上的表現 加雲菲立斯 很奇怪 到現在為止 由不是很多大球會傳出 就是要買他 這個所謂的弱棍派路 不過呢 其實在比爾沙的調教之下 是一個很全面的中場球員 也是列斯聯的靈魂 看看這三個中場的鐵三角 可不可以幫列斯聯下季 站穩中油的位置 列斯聯 比爾沙 就是大於一切 其實比爾沙到現在的合約是結束 他通常是開季之前 一兩個工作天才會簽約 不過應該不會挑起列斯聯吧 比爾沙帶領的列斯聯 應該可以拿到第十二位 這就是我的預測 好 到最後就是小弟的愛隊修咸頓 修咸頓 營運一間球會 究竟是否營運一間公司 這樣去做呢 應該 好了 講一下修咸頓的轉會操作 今個夏天 收購方面 值得留意 這個帕路特 就是在法甲買回來的左閘 當然就是代替離隊的貝查特 另外也正式就是 埃華頓、軟約、和哥和確特 免費加盟就是修咸頓的 另外也在車路市 收購了利華敏圖 這個右閘的球員 就是年輕的英格蘭U21國腳 另外最重要當然還有這個阿當岩士堂 1500萬磅 就從暴力班收購回來 這個就是代替丹尼英斯 其實 連同一些年輕球員 修咸頓在車路市 是簽了三個人回來的 剛才的利華敏圖就是500萬磅 另外有一位是斯美奧中堅的球員 這個很年輕而已 另外還有阿爾巴尼亞國的寶茶 這個是借回來的 就是要還的 放走的球員 凱特 終於是掉手了 賣到安德烈子 另外就是根尼 這個是搜門員 其實上季都不在球隊裡 現在正式500萬磅賣到諾域寺 這個阿士堂維拉 應該是2500萬磅的英鎊才對 對了 那麼 修咸頓 其實在轉會那裡 傳聞是未完 因為韋斯特加特 現在盛傳就是 會加盟就是這個李斯特成 因為李斯特成 開季就鬧中堅方 科芬拿傷了 那麼 韋斯特加特都走了 還有修咸頓看來要繼續找中堅 看來我覺得他都幾大機會走了 修咸頓是 有時候在英超 你如果老闆不是狂風水那些 那你就要想怎樣去自負盈虧 那麼 丹尼英斯最後一年 約賣到2500萬英鎊的價錢 其實算是幾好價的 那麼 買入的球員 阿多岩士堂 1500萬磅 那麼這裏已經 起碼賺到1000萬磅 那麼 修咸頓呢 就很特別的 早幾季呢 就是 拆骨買極都還有 因為他們呢 買回來的球員 可以填補到之前的 離隊的球員的實力 那麼 那時候呢 講的是普至天奴 和朗路高民的年代 但是呢 這支歌仔呢 都沒有唱很久了 修咸頓 在 黑身客徒的帶領之下 其實他們的理念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前場迫搶 上季呢 我們見到 很多的球員 執行他的 戰術 其實都是 相當之 不錯的 但是 這件事 都要建基於 前面前鋒 有一個殺手的 接下來這一季 修咸頓呢 要看阿當 岩士堂 和車阿當司的配合 你說拿阿當 岩士堂 或者直接 去跟丹尼英斯 去比較 就真的很不公平了 一個呢 就是英冠 轉會過來 暴力官轉會過來的射手 另外一個丹尼英斯 就是曾經 是英格蘭的二號射手 阿慶的後備 現在呢 就轉了去阿士東 維拉 不過 這樣比較不公平 但是你都需要一個人入球 唯有就是 依靠這個阿當岩士堂 相信球隊的這個 黑合系統 就是這個 他們的 人脈的網絡 是不是 左閘那方面 其實呢 其實 上一季呢 都已經表現出 他那個 懶惰 已經是 就是 跑動的動力 其實呢 就是很差的 現在換了這個 帕奴特 年輕力壯 友誼賽 見到一些 片段 就見到他 都是 典型的 左閘都肯走上走落 那些來的 希望呢 就可以補充到 這方面的 就是 貝沙特之前的 缺點 呃 修咸頓 那現在呢 就其實賣走了 丹尼英斯之後呢 華特鮑斯 其實是繼續有 阿士東維拉 都似乎是繼續追逐的 不過呢 高層呢 已經呢 就是跟阿士東維拉 斷言就是說 華特鮑斯 是非賣品來的 都賣了一個丹尼英斯 給你了 那當然要留一個 隊長在這裡 華特鮑斯 對上兩季 都已經 全勤了 其實呢 就相當之誇張 在英超裡面全勤 現在呢 就是有點微傷的 那麼 看一下 開季第一場 能否復出到 接下來 展望這一季 就算 韋斯特加特在這裡 不在也好 修咸頓 那個 防守的問題 其實 永遠都是他們的老問題 來的 就算 擺什麼人都是 韋斯特加特上季的進步 就是來自他的 控球 還有呢 就是那些長傳 那麼 其實呢 其實呢 球隊上季都收購了 這個沙里蘇的 雖然呢 第一季是英超 不過呢 我對他的印象都不錯 如果呢 韋斯特加特真的來隊的話 沙里蘇就很棒 那麼就搭著呢 就是阿碧拉利克 剛剛做了約 那麼 至於守門員那方面呢 費沙科士打 還有 就是阿歷斯 麥卡菲 那兩個呢 就仍然都在競爭 競爭著 那個一號龍門的位置 整體來說 修咸頓的實力 球員質素 當然不是強 那麼 那麼 哈身客徒靠著他的 激勵士氣 還有呢 就是對陣式 戰術的執著 球員只要執行到的話 應該都不會表現得太差 上季的下半季呢 有很多球員 包括羅美奧的雙出 丹尼英斯 斷斷續續的雙 那麼就令到球隊的表現 一半半 還有 就是 聶盟 和康特等等 都是下半季 開始跌落的 嗯 這個呢 其實呢 跟西藍頓的踢法有些關係 因為前場迫搶 所以呢 他們的體能呢 消耗比較大 接下來的這一季 希望呢 聶盟呢 可以 改善他的辦法力 這個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來的 亞當岩士堂 如果萬一真的 來到英超 不似預期 車亞當斯也不是殺手來的 那麼前面呢 和哥呢 就一時一時而已 啊 這個球員其實我一向都不喜歡 和康特的 啊 就是 到了三十二歲 波都不懂得控 那樣 所以 其實聶盟是 一直以來 他的盤流 和速度 都是為西藍頓帶來很大的驚喜 但是 最後 埋滿一個的決定 呢 鷹泉 是自己去射 射到離譜 離譜 啊 不中籠 那些 這個呢 也是 挺影響 修咸頓的入球能力的 所以呢 就希望 聶盟可以改善 他的入球能力 那麼 前衝後的質素 都是一般的 修咸頓 那希望呢 就 打戰術 靠這件事 就吃烏 希望可以 那麼 小弟的 預測 最終修咸頓 是會排第十三位的 OK 好 那麼 這個 這一集的 英超前瞻 或者叫 秦禮 20對秦禮的 第一部分 叫做做完先了 接下來的十對呢 將會在下一集 再和大家出現 再和大家 present 好 那這集說到這裡先了 昨天直播室 訂閱Facebook 還有就是Facebook的 LikeFacebook的page 加入Facebook的群組 跟著還有就是 Mivi 昨天直播室也開了Mivi的page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們Part2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